第七百四十六集 周围的所有人都变了颜色 他们不是江家的最高层 但是对于外界很多事情也都洞悉 当时一位圣人与这几人走得很近 许多人都知晓 他们还真不敢下厮守 不然的话可能会引出大祸来 棋盘振文闪述 叶凡他们性命无忧 随时都可以横渡而去 冷冷的看着灰衣人等 无妨杀了他们 江义晨有恃无恐 咬牙切齿 想一举除掉叶凡他们 灰衣人也有杀意 但是他是识货的人 自然鸣晓棋盘振文的恐怖 对方若是想走 绝对拦不住 这时候一声重重的冷声传来 一个苍老的声音传了下来 怎么回事 婷婷立刻露出喜色 江爷爷 一辰哥哥将万物母气顶借走 不管我 还让人杀我们 小丫头 你可不要乱说话 江义晨神色冰寒 好大的胆子 一个轻衣老人降落而下 白发白絮跟一头老狮子一样 很是威猛 他是绝代神王的后人 昔日就是他对婷婷多有照福 舅爷 江义晨似乎有些发怵 旁边的灰发中年人也是有些不安 你们可真是出息啊 神王老祖才消失 你们就敢如此了 舅爷 那万物母气顶本来就已经成为我江族圣物 我怕婷婷保管不善 被这几人谋夺去 故此 先代为保管的 江义晨争辩 那是叶凡哥哥借给婷婷的 并没有给我们江家 早就说好 有一天要取回的 婷婷认真地开口 话不能这么说 送出去的东西怎么能像回药呢 这已经是我江家的生物了 婷婷你还小 这里没有你什么事 不要多说了 江义晨扫了小婷婷一眼 不错 这件生物的归属 的确有待商讨 不能草率做出决定 以防被人谋夺走 婷婷人点头 叶凡心中愤懑 江家果然有一戏人 咬夺万物母气顶 并非江义晨自己那么简单 他知道麻烦大了 明明是他的东西 昔日说得很清楚 此时却当着他的面 说出这样的话来 一口一个谋夺 他倒成为图谋不轨的贼人了 你们可真是越来越有出息了 如老狮子一样的威猛老人 突然一声大喝 赶紧将万物母气顶给我取来 再敢丢人现眼 我立刻毙掉你们 这已是我江族的圣物了 江义晨与挥发中年人不甘 想要多说什么 却见到老人的灵力眸光 多日时止住了话语 舅爷 万物母气顶不在此地 在十三爷那里呢 近日他在把玩 江义晨忽然这样说道 老十三你给我过来 将万物母气顶取来 老人一声大喝 声传上百里 江族虽然无边无银 但波及到了大半个领域 很多人都听到了 很快许多老人出现 降落在这座神岛上 他们皆被惊动了 十三爷没有来 但却是有绝顶大能出现 江义晨的爷爷亲至了 爷爷 江义晨断是迎了上去 你的脸怎么回事啊 这是一个身材枯瘦的老人 发丝发黄 但惊气神却无比吓人 化成了实质性的光芒 透涕而出 他们在我江家众地放肆 是我足为无物 爷爷 你要杀了他们 将以臣森寒地望向 叶凡与江淮仁等人 那个老人冷冷地望了过来 眸光射人 扫视叶凡与李黑水几人 不过 叶凡与黑黄并不惧怕 大不了一走了之 掌握有一脚骨质大地的阵纹 成为了他们最大的遗仗 柳哥 你真要护短吗 九爷开口 神色素目 须发皆斩 如怒尸一样 你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吗 还是说你已经知道 想要纵容他们 哦 他们做了什么 江亦臣的爷爷问道 突然一声长啸传来 一道人影如电芒一样 飞射而至 速度奇快 眨眼就到了近前 降落在了神岛上 爷爷 江淮仁大喜 北玉赫赫有名的大寇来了 那绝对是狠茬子 纵横多年 身后有十二个更狠的人支持 如今连江家老祖宗级别人物 都在劝他回来 很是看重 江亦大步走上前来 不成器的东西 就知道惹祸 起初 人们以为他在责骂江淮仁 哪知他竟直来到江亦臣 还有挥发中年人的近前 轮动大巴掌就劈了下去 这噼里啪啦的 上来二话不说 就是一顿大耳光 这所有人都傻眼了 包括九爷 还有江亦臣的爷爷 这样的绝顶大能 都万万没有想到他会这样 妈的 这也太互短了吧 上来就揍别人 还以为 要打他自己的孙子呢 很多人都翻白眼 见过互短的人 没见过这么互短的人 所有人都无言了 江亦臣还有挥发中年人 彻底被打懵了 接连挨了一大串的大耳光 想躲都闭不开 口鼻喷血 小畜生 我已经警告过你了 不许再欺负婷婷婷 上次在神城 抽你那一顿 没让你长迹象 这次打不死你 江亦非常霸道 当着江亦臣他爷爷的面 就这样狂抽 还有你 上百岁的人了 一把年龄 都活到狗身上去了吗 江亦同样在山 挥发中年人的耳光 口中这样说道 所有人都发懵了 这位大寇爷爷 也太牛叉了吧 当着绝顶大能的面 就这样抽他孙子 与长子 真是一点不留情面 我晕了呀 江亦人你爷爷可真猛 真是我被楷模 刘寇 李黑水等人 都有些发晕 纵然是叶凡 还有黑黄 都呆呆发愣 这位大寇爷太强势了 居然敢这样 所有人都张口结舌 全都无言了 传说中的大寇太牛叉了 这样的直接语干脆 小兔崽子 让你不长记性 啪啪的 大耳光异常响亮 江亦抡动大巴掌 抽江亦臣大嘴巴 下手击中 根本不留情 众人面面相取 没有一人上前 这主太生猛了 人家的祖爷爷在此呢 却当着面抽打 没见过这样的强人 而且 他一边抡动大巴掌 一边一口一个 小兔崽子的数落 这可真是让人目瞪口呆 让江亦臣的祖爷爷 情何以堪呢 还有你 江亦一把将 挥发中年人的衣领子揪住 像灵小鸡仔一样 扯到眼前 二话没说 先打了三十六个大耳光 百八十岁的人了 不学好 打不死你 所有人都晕彩 你也知道 这是百十岁的人了 这样修理 你让他还怎么立足啊 让他颜面何在 够了 江亦臣的祖爷爷 清贺 大步走上前来 你打够了没有啊 没呢 江亦很干脆的回应 啪啪的 他一边说一边继续出手 正反十八个大耳光 抽了出去 把江亦臣还有挥发中年人 早打梦了 都快瘫在地上了 旁边 众人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人家这绝顶大能 都如此开口了 他却用这样的行动 回答强的 一塌糊涂 你 你 江蕊 面色冷了下来 怎么 你还想对我动手不成 江亦扫了他一眼 而后继续抡巴掌 小兔崽子 我叫你不学好 小王八 膏子 我让你冒坏水 江亦一口 一个小兔崽子 一口 一个小王八 膏子 让江瑞的脸都快绿了 打他后人 还这样教训 让他额头 青筋乱跳 周围 江家老辈 还有中清代 来了不少人 全都发呆 这位大寇爷 真是什么都不记得 敢做 敢说呀 不过 但细想想 也就释然了 这位祖宗 昔日都敢大逆不道的 反出家族 相比较起来 这呀 根本 算不了什么呀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